弟兄姊妹們 你們相不相信聖靈在城鎮家呢? 我相信 在昨天晚上師班的獻唱 青早堂、早堂和如今五堂 師班的獻唱 我仍然感受到和相信聖靈在城鎮家 求主繼續憐憫我們 让我们继续的一同前進 On the way 我们已经驱动领人蒙福运动一段时间 我们要投身的运动 使人得福 自己亦蒙福 在上个礼拜 我和大家聊到八幅的福的本质 我们都稍微谈一谈及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是心灵贫穷的人 这些人是看见神的简选 神的呼召 他们看见耶稣基督 是对他们有特别的感情 耶稣基督是关心他们 耶稣基督是甚至为他们而哀伤 他也知道生命是容易损伤的 生命是好像一斤奴猬那样 是那么脆弱 虚心的人也体会到生命当中很多苦难 很多的绝望 但与此同时 是深深的相信 神是重要的 神是我们的救赎和拯救 在今五 我们一起去谈及 尼尼的呼召 和尼尼的虚己蒙福 稍后我读出一些经文 同样就是当我读到 《勞家福音》五章二十七节的时候 我请大家打开圣经 然后再次大声地 在这里宣布神的话语 希望读到每一个角落 神的话语充满每一个角落 首先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勞家福音》六章二十节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接着我读出《勞家福音》五章四至十一节 耶稣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努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圈着许多的鱼 网 险色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比德汉坚 就俯伏在耶稣的室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吓这一网所打的鱼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 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接着请你读出 五章二十七节 至到三十二节 这是以后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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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同心讨过 你同心讨过 真爱神 我们爱你的话语 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求你的灵 继续在我们的当中 你交贯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有着力量 能够行你的道路 行你那条梦幅的道路 使人得福 自己也梦福 生命有你给我们的喜乐 主啊如今我们要听你的话 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听见之后 我们就相信 我们就在当中 能够继续的进行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求 阿们 在今天的经文 就被称为 利美的呼召 有关利美的呼召 是简单 是明快 但是 是非常戏剧性的 在故事的开始 所以耶稣基督就看见利美在这个岁关 被钱包围住 在那里为罗马人去收岁钱 耶稣基督就跟他说 来跟从我 你没听见这个简单的说话 几只字眼 来跟从我 他就立即起来 就撇下所有的 他要跟随耶稣基督 他所做的 和西门 和西门的同伴所做的一样 他们都是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利美的回复是很快速 是很果感的 为什么他回应得这么快 这么果感的呢 一位专业人士 为什么可以立即放弃一切 去跟随这位 在街头上的传道者 利美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 我们或者经历 究竟是不是有些资料 是漏了的 但耶稣基督 他没有说服利美 是放弃一切 去跟随耶稣基督 有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 也没有很细致说出 原因究竟 为什么利美 会这么快手快脚 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里看到 利美一轻见 一轻见之后 就立即起来 跟随耶稣基督 其实利美是不是 一个冲动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老妄的人 或者他很迷惘 落神无主 我们看到的数据 是很少的 我们不知道 利美的背景的故事 我们又不知道 利美作为孩童的时候 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们又不知道 利美的生命的目标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可能 这件事是足够 就是原来利美 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帅利 帅利是什么人 帅利就是为罗马政府打工的犹太人 帅利是周围的人都不喜欢的人 每个人都讨厌的人 为什么呢 一 他就是为罗马政府 收好沉重的税项 第二 他是在沉重的税上面 再抽税 并且在强权底下 在强势人士底下 他又抽一些税 又帮助强权的人士 又去帮助自己 第三 就是那些税前 那些钱上面 盖着印章 那个印 那个照片是哪个 那个照片就是罗马皇帝的图像 这一切都是叫犹太人去征户的 况且他们见到这些税利 他们是很有钱 他们可以赤华耶诺 但是一般的人是怎么样呢 一般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非常的贫穷 因为上述种种的原因 税利是被犹太人 被他的同胞是双倍的真户 双重的鄙视 他们是卖国财 他们在卖国的工作当中 是自己得到很多的利益 所以这些人是最差的罪人 这些人是最坏格的人 这些人他们是违反摩西的律法 这些人是跟一些外族的人士 跟一些罗马人去交往 他们是不结的人 他们是不能够进入我们的会堂 他们是我们的outcast 他们是我们的边缘人 我们是不能够给他们在我们当中的 作为税利 尼尼是面对长期的征户 不少时候他看着天花板 他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他的讨厌 对他的白眼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大罪人 每当他去收取那些水钱 他看到那些穷人的眼睛那种空白 都看到自己生命的空白 他知道自己灵性品格是破产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在街头上 竟然走到他的身边 呼召他 他于是作出反应 他的反应不是急躁的反应 不是老莽的反应 而是一种很放松 他可以松一口气 因为这个是他长期以内所等待的救赎 耶稣基督是向他说 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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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受喜事的人 不是在神的救恩以外 你来跟随我 所以利未他立即起床去回应 这个不是一个仓促亦 不是一个老莽的决定 他已经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他等到这个瞬间 这个moment 所以在那个瞬间 他立即起来跟随耶稣基督 利未站起来跟随耶稣基督 是他的虚心 是的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利未是虚心的人 是心灵贫穷的人 他好像是很富有 但是他是很穷的 他是心灵贫穷的 如今他知道耶稣基督 拣选他 呼召他 耶稣基督对他有特别的眼光 特别的感情 耶稣基督关心他 他知道自己虽然富有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空洞的 知道生命好像这个奴魏 是这么脆弱的 他知道他需要神的救恩 需要基督的救恩 所以他不是一位无神论者 就是说神不在的 我们继续吃喝玩乐 不要紧的 他知道人世间是没有神的话 人是更空洞 人是更忧伤 他知道神是重要的 他知道神是重要的 神是盘石 神是救赎 这个就是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引领他走前面的路 信心叫他起步 他是相信神的存在 他是信靠神 他是投靠神 他是对神有委身 他是对神有commitment 他因此可以撇下一切的 去跟随耶稣基督 究竟他的脚 带到他去哪里呢 我们看到圣经告诉他听 你还没回家 你经过街市 去买菜 他要预备延植 他预备延植 请耶稣基督来 请他朋友来 请他碎吏的朋友来 我们又看到 路加告诉他听 耶稣基督出席了这个的延植 耶稣基督和利美 和这帮的碎吏 一起吃饭 不过这个是大件事 因为吃饭 这个是一个scandal 这是一个羞恥的事 因为耶稣基督竟然和这么多的罪人 这些是整个醒醉 讨厌的罪人 和他们一起吃饭 很自然的 那时候当地的宗教领袖 就在留意这一餐的饭 他们在利美的窗口里去望 于是他们向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发出怨言 就说 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这个是不好的 你们的老师和罪人一起吃饭 法利在人是要质疑耶稣基督 为什么这样做 吃饭 是一个社会性 是一个宗教性的重要场合 是要有礼节的 吃饭是表明创造团契 并且是表明团契 所以就要吃饭的人 同伴要懂得选 要选得选 要选得敏锐 在当时候的言语 就这么说 看看你和哪一班人吃饭 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在当时犹太的文化 大多数认为 有智慧的人 有生死的人 应该是会人情世故 是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 知道如何做为之对 一般来说 应该有智慧的人 应该是和那些恶人保持距离 不要被邻舍和那些邻居 恶的邻居一起 不要和那些恶人一起 为什么 因为第一就是 和恶人去交往 就是学校他们的行为 会是近朱者赤 近密者黑 意思就是说 你试一下走去省渠那里 走去省渠那里 你变得就是很安装 很辣客 你和那些娇环的人一起 你就变得非常娇环 第二 就和恶人相交 你就会恶名远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走去一家人的家里 是臭的 臭到不了 你出来的时候 你身也臭了一份 基于这种想法 就是法力赛人 攻击耶稣基督 为什么 所以他和耶稣基督的门徒说 为什么你的老师会这样做 和这些碎利和这些碎人一起 为什么不和那些好人一起 为什么不和那些好的老师一起 不是更加好吗 和好的老师一起 是一个尊荣 是一个恩 现在相反 就是和这种败坏的人 和这些坏人一起 就是你们的身都臭的 臭气挂在你们的身上 在这一边 耶稣基督听见这些批评 他用当时的言语 针言 去作出回应 他说出他的天积 他的福音 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 他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本来 我来 本不是照义人悔改 乃是照罪人悔改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 你们搞错了 我来不是和义人吃饭的 我是来到和罪人吃饭的 我是要带领他们 去到神的家里面 耶稣基督的说话 但是是一个言语 是一个针言 不过是一个变体版 变身版 当时人们会这样说 但耶稣基督把他改变了 在那时的言语 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 罪和病是相连的 病和罪是有关系的 一个罪 每一样的罪 好像两人的剑 是很难搞的 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 是唯有医生 只能够帮得到手 所以耶稣基督同样都说 我是罪人的医生 就是那些在这里 光泛造物主的人 将会看医生 他们会落在医生的手中 医生是要处理他们的病 要处理他们的罪 耶稣基督一种医治的方法是什么 他就跟那些有病的人 有罪的人 跟他们一起吃饭 循循善友 叫他们悔改 叫他们走向正义 怜悯 真诚和顺良 所以耶稣基督的医治的方式 就跟他们吃饭 叫他们悔改 除此之外 耶稣基督也是要去明正一样 跟他们吃饭没有问题 因为耶稣基督是有神的权能 作为医生 耶稣基督是不会被病去顶污 不会被罪去顶污 虽然他跟罪人一起吃饭 他是不会被顶污的 这个是对法利塞人的答案 所以耶稣基督去跟罪人吃饭 一方面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又是一个策略的方式 是一个使人蒙福的方式 是叫人能够去悔改 去归正 另一方面也表达出 去神圣的人格 去神圣的personality 他不会因为跟罪人吃饭 他就变得骚髒腊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那些常常抗议耶稣基督的法利塞人 他们当然不会被耶稣基督呼召 耶稣基督也不会呼召他们 耶稣基督是呼召哪些人 呼召那些愿意虚心的 愿意生命肯悔改的人 愿意肯回应神呼召的人 这个就是在第五章讲的西门和尼密 他们一听见耶稣基督的呼召 就撇下所有 跟随耶稣基督 成为耶稣基督的同伴 成为他的company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在第五章 罗家福音第五章 是呼召西门和他的伙伴 接着就是呼召尼密 大家看到什么 这个西门是贫穷的人 是愚夫 这个尼密是碎尼 是代表富有的阿爸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点 第一点 原来耶稣基督呼召人 跟那些人一起吃饭 他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 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人分门别类 那些是坏人 那些是好人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 耶稣基督不会说 贫穷的是好的 富有的人是坏人 他也不会像那些 富贵福音的人 就是说贫穷是坏的 有钱的人是福气的 有钱的人是神祝福的 耶稣基督不会 耶稣基督 他不会看人的样貌 他不会将人分门别类 他不会被人标签 第二点的观察 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怎么样 是要医人 是要医有病的人 要医有罪的人 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人 在这个故事当中 你不是失丧的人 你不是罪人 你不是病人 你不是孤单 孤苦 被周围的同胞所脾气的 虽然尼尼是很有钱 但是他虚心 他够虚心 他能够和这个贫穷的西门 一切 一切放弃一切 来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有相同的地方 有钱没钱 有钱没钱 他们做的事 是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一同对耶稣基督 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有一个right的回应 就是什么 撇下一切 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和神 都是一样 有一个right的关系 一个正确的关系 他们和耶稣基督 都有一个正义的关系 都是一个right的关系 肯定来说 西门和尼尾 他们是有病 需要医生 肯定来说 西门和尼尾 都是罪人 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 肯定来说 唯有生病的人 需要医生 肯定来说 最终 所有的人 你和我 都会生病 肯定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罪 我们需要悔改 所以耶稣基督 是呼召所有的人 呼召所有的罪人 呼召他们进入悔改 呼召你们进入悔改 生命不断的转化 进入神的国度 神的新的秩序 在前几日 慈善家田家炳先生 在七月十号 安息主怀 离世的时候 是九十九岁 在他九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是 归信主耶稣基督 就是大概 几年前 四年前 田家炳先生 他在全国的范围里面 累积捐助了的大学 有九十三间 中学 一百六十六间 小学 四十一间 专业学校 幼稚园 十九间 香川学校图书馆 是一千七百间 全国的三十四省 市区 有田家炳学院 田家炳中学 田先生 他这么说 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信耶稣 坦白来说 我平身 都是贫良心 做人 我不会害臭 我不会红着念 这样 这样的 说的 我会说 不过我不会害臭 我会怎么说 我会说 我是一个好人 根本不需要耶稣 但他又说 他说 可是 人眼中的好人 同样有七情六欲 一样犯罪 所以在人的眼中的好人 在神的眼中 还是个罪人 自此之后 田先生就每日祈祷 每日读圣经 要更多认识神 要更加明白 圣经所应许的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必能得救 的真理 是的 他是虚心的人 他对神 他对神虚心 虚心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过 是他们的 我在九岁的时候 开始 就回教会 不过那时我回 我都是跟爸爸妈妈 主餐的时候 就回主餐 的礼拜 所以我都 回教会 很多年了 在这么多年 回教会当中 我不少时间 会听到类似的说话 就是说 哎呀 我们不需要这些 这样的人 在我们教会那里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他的阶层 也不属于我们的阶层 第二个原因就是 你知道他是坏人 是坏人 你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吗 我们教会 不能够有他的 他不能够属于我们 他不应该在这间教会 不少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 都可能会这样 他不应该在教会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会大声地说 真的 这些人不应该在 我们教会那里 他不应该在教会 当我们的心里 还会这样说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口 是这样说的时候 大家听不听见 耶稣基督 在利弥的家里当中 在餐桌的旁边 耶稣基督 在推着那张椅子 他向我们说 他说 健康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 才用不着 我来不是你 照以人悔改 而是照罪人悔改 耶稣基督的意思 就是说 我来到世界上 就是找那些失丧的人 意思就是 他们未悔改 以后我就找他 当然我找他之后 跟他吃完饭 他要悔改 他未悔改之前 我就找他吃饭 所以原来教会 是很特别的 教会是一个 特别的聚集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 特别的聚集 教会的人 教会的人是什么人 教会是那些 不配得的人 教会是不配得 那些候选人 进来的地方 教会是不配得的罪人 一起聚集的地方 原来那些罪人 当罪人愿意 在神面前 虚心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 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耶稣基督 他在他那个时间 所说的事 所做的事 哎呀 真的带来很多的争论 你说是不是 同样今天 如果我们跟着 耶稣基督所说的 说话 这样说的时候 会带来很多的争论 有时候 当我们这样说 我们不要说过 耶稣基督说的时候 争论更大 当我们说回 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会听一下 对不对 不过还要想一下 耶稣基督 是否是假 有一个故事 就讲到一位的先生 他做得挺激烈的 他说他要跟那些道匪一起住 我们会探一些在监牢当中的朋友 我们会做这些 一个很有爱心的工作 他说要跟那些坏人一起住 他就跟那些坏人一起住 他希望能够有好的见证 能够劝这些人去悔改 但是这样做法 周围的人觉得有人傻 有些人觉得 你是不是根本都是那类的人 所以周围的同伴 在这里 又在此笑他 又向他发怨言 后来这位先生 他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离世 但是那里的人就说 直到这家为止 我们只有他会关心我们 会为我们求怜悯 会为我们求静 这家以后没有人会为我们求静 没有人会为我们求怜悯 他们自此之后 他们心里怜悔 因为这个先生的缘故 他们悔改 悔悯 在几个世纪之前 在美国开发的那段时间 在西边有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很复杂 很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些吵架的人在那里 那些吵架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杀人犯 是责人 是那些坏的人 他们逃到那里 整个小镇是那些男人来的 没有女士的 有一次有个女士去了那里 在那里生了个BB 女士生了BB的时候 生的时候 女士就死了 死了之后有个BB就在那里 是生了个女BB 这帮男人如何处理女BB呢 这帮男人于是 照顾女BB 就帮她做一个木箱 木箱 把布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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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发觉 不是很对的 那么欲酸 于是就去订制 一些漂亮的BB床 是玫瑰木造的BB床 然后用一些漂亮的丝质的布 把布放进去 看到好像可以 但是看一看 又是不太对的 因为为何呢 地下很骯髒 所以有些男人 于是跪下在那里 洗干净去 洗完干净之后 又是不太行 哇 周围的墙 那么骯髒 天花板又那么骯髒 于是有另外的男人 就洗干净墓墙 洗干净天花板 并且把白的布放进去 那想着都不错了 是不是 不错 但是发觉 咦 BB要睡觉 要很多休息的时间 哇 他们整天在那里吵架 整天在那里 差不多要打架 说话说得这么不好 所以于是他们又改变 于是他们对BB的时候 对BB要笑 很温柔地笑 小小声声地说话 他们想BB能够睡得舒服 之后他们就看一看 不行的 BB一个人不行的 要有人照顾BB的 于是他们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去矿场打造业的时候 BB带到矿场的门口那里 我们找人轮流看BB 看BB的时候发觉 又不行的 矿场门口这么欲酸 于是在那里整个小花圆 整个小花圆 整个靓的花 整个靓的花 整个靓的石子来 跟BB去玩 跟BB去玩的时候 咦 你手这么骯髒的 哎哟 这么多糊塑 哎哟 头发这么骯髒 哎哟 那么臉这么骯髒 洗干净的手 洗干净的臉 剃掉这些糊塑 这个BB的出生 带来了这个小镇的改变 一个BB都会 是不是 何况 如果耶稣基督 这个BB 在我们当中 你又会不会有改变呢 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我们会不会有改变呢 我们当然会做好场 做好多方面 我们说的都会小声一点 温柔一点 客气一点 爱心充足一点 是不是 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 没有想过BBB会在这里 我们没有想过耶稣在这里 你说的 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来礼拜 我们好像是耶稣在这里 好像耶稣也不在这里 如果个个都是看到耶稣在这里 经历着耶稣在这里的话 个个我告诉你 成证家弟兄姊妹妹 个个都很乖 很好的 清洗 做了所有东西 不过问题上 问题上就是 我们想着BBB不在这里 我们看不到BBB 我们看不到耶稣 倒转过来说 其实你想想 那小孩 他都没有给那帮坏人去电污 是不是 多爱惜他呢 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其实耶稣基督在罪人的当中 他不会被罪人的罪去感染的 他只会在罪人的当中 带来生命的改变 所以弟兄姊妹妹 要记得要知道 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的信息 是明显的 是明显的 耶稣基督是很欢喜的 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 耶稣基督是很欢喜的 去到利米的家当中 和其他的人一起吃饭 耶稣基督是不会被罪人去电污的 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全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也不会被罪人的罪所电污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不会被罪人的罪所电污的 这是美好的消息 是福音的权能 是使人得福的福音的信息 所以我们常常一起要记得 彼此的提醒 不过温柔的提醒 我们不用骂的 彼此提醒什么呢 我们要记得 你和我都是有疾病的 我们是病人 我们需要医生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医生 我们不要忘记 每日当我们找静下来 列出我们的罪 不要说你 我们是做牧师 做传道的 每日我们列出我们的罪的时候 是会有的 所以每日 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需要祂的救赎 还有我们一起互相帮助 我们不要忘记 教会 不是为圣人而接的 教会是一间医院 一边有的人 是病人 是罪人 不过是一帮蒙恩的人 是一帮在神面前虚忌的人 一帮是在神面前愿意被神 医治被神救赎的人 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 他说 无病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照 以人悔改 乃是照 罪人悔改 所以弟兄姊妹们 就让我们在今天 又再在这里 再出发 我们以后 不要经压耶稣基督所邀请的人 不合我们的心水 我们也不要因为耶稣基督所邀请的人 我们说失望 我们却是感恩 为着耶稣基督所邀请的人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为祂感恩 我们都为自己感恩 我们为祂感恩 祂能够有言直 我们都为自己感恩 我们都有言直 我们一帮有病有罪的人 我们都能够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 享受祂的救恩 所以我们要为周围的人感恩 为自己来感恩 我们一起坐在这餐饭的当中 我们是听耶稣基督的教诲 听一位老师的教导 我们被祂话语 所医治我们遵行祂的律法 一同受教 一同活出怜悯 正义 谦卑 真诚和信良 让我们一起 在主的餐桌面前 我们得福 使人得福 阿们